大神都过不了的跑酷 新手机小朋友胜入 哈 这又在笑谁呢 看我耿耿如何一飞冲天 云诗或通关的 诶 这流口水的小兔兔方块 挺萌 挺可爱的 就像如几颗微距迷一个大路 搭建小别墅 这么大的方块跳跃 我都小跳动能过 一个小楼梯 有一个小技巧 按着上前键 就会自动跳跃 闭着眼睛都能冲上去 看来大神库跑 你做如此嘛 不小狗 你可别得意 以下全是水空 要是你不小心摔下去 立马粉身碎果 圆渣渣都无剩 嘿哟 这么简单的门关跳 我是不可能失误的 哪个最近 点哪个 不要过去跟吃剩下一样简单 前面不仅有阻止阻挡 最后还有一小复跑的球敌真人掌 只要稍微有欲一下 就可以扎成半条命 不小狗 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小问题 小问题 扎一下 吹下辣条不就行了吗 更恶惯 我一点都不犹豫 左绕 右绕 像我这么果断的小妹子 冲就完事了 呃 三 完美完美 哼 前面几方让你夜色而已 后面就知道错了 咦 这是 左右两边是传逗人 忽悠视线啊 中间还有地堂遮盖的仙人掌 确实难度增加不少 不过问题一点都不大 早准方块 眼睛脚坏 大不留心 数散数绝 嘿嘿 连辣条都不用吃 可想我有多着急 呃呸 可想我有多厉害啊 哈哈 哇 这是跟广州台一样高度诶 哎哟 这电梯破破烂烂的 只能凭实力才能登高看远 幸亏家里的电梯就是这样 熟练得很 啊 只要对准中线 咻咻咻 飞了 飞了 三秒登顶 反法留足迹 前面又是大块的方块跳跃 还送给极限带 直接一路滑过去 就飞一般的感觉真爽 仙人掌串串 咦呀 做可帅样料理 小伙伴 千万不要尝试去吃仙人掌 这味道啊 哪里想象 别问怎么知道的 因为曾经跟臭表妹玩游戏输了 喝了一大杯 结果吐了一天一夜 想想就反胃了 有了极限带啊 一路就是飞飞飞 轻轻松松 高空铁商栏 说真的 难度挺高 铁商栏路脚点极小 稍微不注意就会踩空 还有我从小练芭蕾 身材苗条 平安立野猪 要是小表妹来玩 哼 这胖妞 连铁商栏都会被他踩浪 不急不躁 慢慢的来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啦 弹簧按钮 身体紧紧贴着按钮 弹簧就成为垫脚石 瞬间弹簧冲刺蹬腿跳 一 二 三 小餐一爹 这里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快速在电梯上去 但操作性大 危险性也极高 另一种像我这样 斜着蹦来蹦去 操作性低 安全性高 我的选择就是稳如狗 蛇子架方块跳 中间还有打人的传送带 容易一下子给你拍下去 有个小技巧哦 就是按着前行键 就不会被拍下去啦 一路火花带闪电 冲冲冲 雷神力紧一步就要啦 如果跑到造王还没有过去 请从干游戏 使用生气表情 即可跳至此处 哎哟 像我这样调皮的人 就喜欢莱威 踩 踩 踩 我就要踩完 不生气 A 就是玩 啦啦啦 哈哈 有个选择宝宝啦 被我踩得坑坑娃娃 现在才考验技术嘛 一步的波难停 速度与激情 刺激要带进 哦耶 踩得啦 这大城过跑很简单 我觉得萌兴都能过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感谢观看